想不想回到高中 高三这个班级火遍全网 如今离他们高考结束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时间在他们身上催化出了什么反应 性格鲜明的他们如今又过得怎么样了 那个在纪录片中拼了命给学生打鸡血的班主任老王 在这20年里已经骑坏了4辆摩托车 我这辆摩托车是第3辆了 而如今他已经不再带高三了 原因只有一个 太累了 高考所承载的重负压在了学生的身上 也压在了这群高三老师的肩上 2009年老王带出了福建省高考的文理双状元 当电视台邀请他们一起去做节目时 老王说那是他人生的绝对高光时刻 无比的荣光 真的无比荣光 喜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在2019年带完实验班后 他便退居二线 现在教高二两个班的语文 压力太大了 那两三年头发都是白的 学校的硬件每一年都在变好 老王每一年也都会迎来一批新的学生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 这只是一段难忘的旅程 但对于老王来说 一切的周而复始是他人生的宿命 每一年的高考完 都会有一大拨人到这部纪录片的目录下 流言缅怀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无数的网友评价说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高三最真实的模样 在这个班级里让人印象深刻的 还有天天逃课上网的插声 但这个叫终声名的插声 却在高三靠着打游戏攒下了第一桶金 他对着镜头前落下的狠话影的全般哄笑 这一年高考的落榜也在终声名的意料之中 毕竟他也知道自己从来没有发力过 后来他又选择复读一年 考上了广州的一所三本大学 可在终声名的眼里 人生不应该像是一条轨道 而更应该像是一片自由的旷野 二十年过去了 终声名并没有如网友所说的那样 逆袭成为快递公司的副总裁 工作以后我还遇见过他一次 那个时候整个人面貌不一样 他的确是很自信 但是不是网上说的那样 但善于抓出机会的他 也赶上了一些时代的红利 如今的生活很英识 他手机锁评的密码 一直是高中时的座位号 林家彦是班级里好学生的代表 每每都是班级第一的 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不断推翻自己的努力 不断质疑自己 在高考前几天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 这个农村的孩子总是在默默地努力 累了就在日记本上给自己加油打气 写到咬紧牙壁上眼踪力一跳 即使跌倒了也应该立刻爬起来 拼命往前冲啊 在这一年的高考中 林家彦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 留在了北京 成为了一名上班族 中书梅是当年的班长 当年他稚嫩的脸庞下锁流露出来的坚定打动了很多人 在那一年的高考中 他考上了北京中华女子学院 后来选择回到了家乡福建龙岩 现在在当地的一家汽车4S店当管理层 在成为事业上女强人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兼顾自己的家庭 这么多年过去了 高三那年的酸甜苦辣依然历历在目 对于孩子的教育 他坦然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压力 首先还是要先身心健康 在高三备考最紧张的时候 王月和班里的女同学谈起了恋爱 20年后 王月也有了自己的女儿 当被问到关于女儿的恋爱问题时 我对女儿是很严厉的 腿打断 别人的高三都是苦涩的回忆 王月笑着说那是他人生中很美好的一段回忆 但是这段甜蜜的初恋并没有持续太久 高考的六年后 两人就因为性格不合而分开了 你美好了 有过这一段经历 高考前 班主任老王都会给大家分发西洋深寒片 并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 而王月在20年前的高考中稳定发挥 黎清华的录取分数线只是相差了300多分 排到后面的时候 我在后面传传传传下来都没有了 就是一个壳子给我 当时离清华也就差一个300多分的距离 在大专里 王月选择了财务专业 但毕业后却发现自己根本不会继承 离开了高中 我们几乎很难再找到如此目标清晰 方法具体 身边的所有人都为我们加油打气的事情 进入了社会后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再也没有人给你指明方向 我们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寻找 错过遗憾 就这样浑浑噩噩又过了几年 如果是这样我不如死了算了 他给自己定下了几个目标 一是专生本 扎扎实实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二是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那就是武术 如今王月回到了龙岩工作 副业是传授永春拳和推广武术文化 张兴旺因为家庭的变故和成绩的不理想 一度想放弃高考要去厦门的电子厂打工 在高考的十多天前 他给老王留下书信说要去宁洛斯 最后老王在车站硬生生地把他拦截了下来 百般劝说下 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教室 顺利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也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本科毕业后 张兴旺回到了武平的县城工作 在镇上的一家线路板厂担任技术工程师 工作稳定后很快就结了婚 组建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 谢一是2005年高三七班里很乖巧的学生 他不像钟声明那样凭借着鲜明的性格 总是能聚集大家的目光 也不像林家彦那样的成绩好到赢得所有人的期待 他在岁月静好中按部就班 他以最平常的心态考上了集美大学 如今他是一名音乐教师 他在这种稳定的生活中突然就走到了中年 在这种稳定于每天两点一线的重复中 他也希望生活能够泛起不一样的波澜 与其羡慕别人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回忆 不如自己去创造 于是他便来到了新疆的糊涂壁之角 当初那群猛然无知的少年 如今已经开始面对中年危机 当他们都离开学校之后 才发现从前的烦恼 现在看来简直不算什么 因为社会的竞争远比高考的要激烈和残酷 但他们这些年仍在怀念那些 为了目标义无反顾的日子